我和妹妹同天出嫁,继母设计我们上错花轿,她女儿嫁给了城中首富的儿子,我却嫁给了吉氏卖豆腐的哑巴。 可他们不知道,我如今的夫君,才是首富的亲儿子,我娘是京城官家大小街,爱上清廷的教书先生,与我爹私奔至清水镇,生下我。 十岁那年,我娘病逝,爹娶了田房,我继母陈秀娟,她还带着六岁的女儿。 我与首富之子林贺轩的婚事,本是娘与林夫人定下的。 妹妹沈佩之小时候湖中细水,险些丧命被哑巴萧云所救,萧云的母亲别无所求,只求妹妹能嫁进萧家。 救命之恩,理应以身相许,我爹应允下来,我与妹妹同日出嫁。 继母送我们出阁,将一金一银两个手分别戴在我们手腕上,她为我们盖上红盖头,把我们交给各自的媒婆。 坐在花窖里,摸着手腕上的银镯子,回想起娘临终时的父。 月儿,婚姻就是女子的前程。 我这一生混沌也罢,你务必要嫁进林家。 她眼中有许多我看不懂的情绪,难道她后悔嫁给爹? 花轿停下,新郎背我下轿,一个宽厚有力的背。 透过盖头的缝隙,我看到那木制的门槛,我心中一惊,挣脱下地。 媒婆慌张道,新娘子未进门就下地,不吉利啊。 我掀开盖头,萧云站在我面前,一脸错愕。 我是要嫁入林府的沈佩月,不顾身后众人的那喊声,急忙朝林府的方向跑去。 林府堂前,一对新人早已拜完高堂,宾客吵着要闹洞房。 我一袭红裙穿过人群,步入堂中,我才是林府新娘。 众人目光投向我,林赫轩掀开面前新娘的盖头,审配之燃柱,林家老爷急得跺脚。 这,这可怎么办?旁边不知何人在说,既已拜过高堂,不如将错就错。 我不服道,婚约是我娘与林夫人定下的,自然,你已入萧家门,又怎能做我林家席。 说话的是如今的林夫人,不是和我娘定下婚约的那位。 她是林老爷的续贤,非林赫轩生母。 我爹和继母追了进来,她表情僵硬,温吞道,佩月,你回萧家去。 她拉我向前,在耳边低语,佩之是你同父异母的亲妹妹,你做姐姐的就成全她吧。 我如五雷轰顶,成千上万根针刺入心脏,细细绵绵的痛蔓延全身。 难怪娘弥留之际,要说那样的话,当年婚约只说林沈联姻,从未指名道姓要娶沈家哪位女儿。 你妹妹与贺轩已拜过高堂,佩月,你吵着要嫁入林家,岂不是致佩之的名节于不顾。 陈秀娟字字句句,献我于不意,周遭议论纷纷。 我看向林赫轩,她垂目不敢与我对视,向后挪了几步。 订婚之前,我们见过几面,只乎于礼。 娘说她是温润如玉的公子,定会待我极好。 可现下,她毫无作为。 心中不禁吃笑,娘看男人的眼光真差。 这般没担当的男子,不嫁也罢。 我冷笑着说,那便祝妹妹、妹夫百年好合。 双手无力地垂于身侧,在众人的凝视中,走出林府。 身后传来欢笑声,哄闹声。 在大街上,我漫无目的地走了许久,不知何时下其余,尽是衣裙。 头顶墨地撑起一把伞,仰头一看,是萧云。 她冲我笔划着手势,我看懂了。 她说雨太大,让我先跟她回家。 若大的清水阵,我还能去哪儿? 雨势越来越大,我和萧云的衣服都湿透了。 回到萧家,滨客早已散去,萧母急忙迎上来,让我们赶紧去换衣服。 你父母早前送来的衣箱,已经放在你们房中,果然是我的衣物。 心中涌入一股酸涩,那夫妻二人,早就盘算好我走进屋内,打开那两个箱子。 雨了,打定主意,要我嫁进萧家。 萧云抱起自己的衣服,走进天室,帮我把门关好。 换好衣服,我坐在榻上,不知日后何去何从。 一阵敲门声传来,萧云站在门外,做了个吃饭的首饰。 我随她一起到厅前,萧母请我入座。 慈眉善目道,闹这么一出,饿了吧? 快些吃饭,不必拘束。 我拿起碗筷,心想在萧家过一夜,明日再做打算。 晚上,萧云住在天室,我睡在卧房。 半夜,我浑身发烫,四肢瘫软无力,朦朦隆隆间,我梦到了娘。 她在叫我独女则女介,她从小教导我知书达理。 我哭着抱怨娘。 娘,您只教我如何做好妻子,未曾教我独自安身立命的本事。 嘴边传来一阵温热,我强撑起精神,抬起眼皮。 萧母坐在床边,一口一口地喂我要。 月儿,你淋雨感染了风塞,快些把药吃了。 她唤我月儿,从前只有娘这样唤我。 眼角溢出热泪,我嘴里滴着娘。 听见萧母应了一声。 我浑浑噩噩在床上躺了三天。 萧母在我床边守了三天。 清晨,我穿戴整齐,萧母敲门进来。 她把早膳放在桌上,嘱咐我吃,又替我打开屋里的窗。 今日天气甚好,月儿,晒晒太阳吧。 许久没下床,腿脚发软,我已在门框上,萧云在院子里推磨。 她裸着膀子,皮肤黑,肌肉粪张汗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月发晶莹。 我一时看失了神。 萧母走过来,月儿,要不要试试,帮云而添。 萧母细心教我,笑着道,月儿聪明伶俐,一学就会。 我去摊子上瞧瞧,三天没有出摊,熟客会唠叨。 萧云卖力地推着墨,她低垂着眼,睫毛浓且长,鼻子直挺,这样英俊的脸庞,偏偏是个哑巴。 我暗暗叹息,身体被太阳照得有些发软,险些坠地。 萧云眼疾手快,紧紧拖住了我。 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她松开手,冲我欠了欠腰。 我勾起嘴角,无视,继续帮她添墨。 我同萧云一起将做好的豆腐送到摊子上。 旁边摊位卖菜的大笑道,萧妈真是好福气, 儿子儿媳一起来帮你。 我顿觉耳根发烫,听旁边的大婶说, 萧家豆腐是清水镇出名的好吃,确实如此, 不到两个时辰,豆腐就售卖一空。 回家的路上,她亲密地挽着我的手, 男男道,月儿,我知道你委屈。 若是你想回婶家,你便回去,我绝不阻拦。 若是你愿意留下,我定会把你当女儿对待。 她看了看在我们前面推着板车的萧云,声音放低, 我和云儿的爹,成亲多年无子。 云儿是我在后巷捡来的孩子, 见到他时,除了哭不出声,其余都很健康。 他爹早逝,我一个人将他带大。 你莫要怪我以恩邪人,定这门亲事。 我要是走了,他今后便孤零零一个人。 你阴差阳错来到我们家,也是缘分。 说到动情之处,他眼眶起雾。 萧母拉起我的手,把钱袋子塞进我手心, 这银子拿着,不管是走是留,都归你。 这钱我不能要。 月儿,就当作你今日的工钱。 工钱,我从未想过,我也能赚得工钱。 姐姐,我还在回味萧母的话, 抬头便见沈佩芝与林赫轩站在萧家门口, 身旁的家奴提着许多礼物。 我皱起眉,你来做什么? 沈佩芝不管不顾地拉起我的手, 听闻你病了,我来瞧瞧。 这清水镇,真没什么事能瞒得住林家。 萧母打开锁,请沈佩芝与林赫轩进门。 沈佩芝拿过家奴手中的礼物, 笑得如沐春风, 姐姐好了,我便放心了。 这些补品,给姐姐补身子。 我们坐在堂中, 萧云拿来茶水,递给他俩。 仔细瞧沈佩芝,珠光宝气,一身绫罗绸缎, 与萧家简陋的宅子格格不入。 结果萧云递过来的茶杯, 我示意他坐下, 冷眉道,你拿回去,我不用。 沈佩芝柔声, 姐姐,是不是在怪我? 我也没法子,都已拜堂, 若是再换过来, 只怕落人口舌, 有损夫家颜面。 他拿出手帕, 假意抹了抹眼角的泪, 手指上碧绿通透的翡翠戒指, 分外惹眼。 沈佩芝不向来道歉的, 倒向是来显白的。 见我沉着脸不说话, 他水汪汪的眼睛, 看向萧云, 姐夫,姐姐不收, 你就收下吧。 萧云挥手拒绝, 一生姐夫, 倒是帮我坐实了萧家媳妇的身份。 既然他们不用, 我们就气氛凝滞, 林赫轩起身想走。 夫君, 你这是坐肾? 说好来看姐姐, 怎么能刚坐下就走? 林赫轩面色难看, 不耐烦道, 人家不是不领情吗? 我看着他们在我面前演戏, 心中顿时涌入一股恶心。 你们夫妇要唱双簧, 回去关起门来唱。 我背过身去, 萧爷起身做出要送客的姿势, 他们黑着脸, 步子刚迈出门槛, 我立声道, 站住。 沈佩芝回头, 一脸得逞的样子, 姐姐回心转意了。 把你们这些东西带走, 我指着桌上的礼物, 冷脸道。 她面露尬色, 使了个眼神, 让仆人进来拿走。 带他们走远, 我便把大门扣紧, 萧芸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 转身去厨房, 帮她母亲做饭。 用完晚扇, 我坐在窗前, 北风速速地敲打着窗铃。 一个黑影从眼前掠过, 是萧芸。 我问她要去做什么, 她的动作我看不懂, 萧母劈着斗篷出来。 到春寒, 她去田里看看幼苗, 怕受冻。 两母子坐视要走, 被我拦住, 我去, 您岁数带了, 好好休息。 萧母看了一眼萧芸, 点头英云。 萧芸带着我去旁边, 柴房抱了几捆枯草, 她教我把那些枯草 放在幼苗上, 为它们保暖刚放上去, 又被风吹走, 翻来覆去好几次, 萧芸找来木板压住。 我不解地问, 这样会不会压坏幼苗? 萧芸无可奈何地摊手, 转身坐在田坎上。 我随她一起坐下来, 看来她是准备今晚守在这里, 长夜寂静, 我突然有点想娘。 萧芸, 你见过雪吗? 转头看向她, 双眸漆黑如墨。 她摇摇头, 清水阵是南方, 冬天不下雪。 娘生在京城, 小时候她曾给我讲过京城下雪的景象。 雪花飞舞, 房舍群衫都披上了银桩, 眼前所有都是纯净的白色。 我自顾自的低难, 好想看雪。 萧芸只笑, 风刮在我脸上, 如刀割一般, 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她脱下外衣, 披在我肩上。 我仰头问她, 你不冷吗? 她摇头, 我眼皮开始打架, 不知何时睡着了, 睡在一个宽大温暖的怀抱。 醒来时, 我躺在床上, 手里还拽着萧的的外衣, 是她抱我回来的。 屋外传来一阵咳嗽声, 推开门, 萧芸在推磨, 我走近她, 低声问, 昨天你把外衣给了我, 是不是冻着了? 她摆摆手, 继续推磨。 我第一次迈进萧家的厨房, 娘说过, 姜汤能去寒。 我学着从前家里厨娘的模样, 生火烧水, 那火折子, 我怎么也点不燃。 萧芸走进来, 我一脸无奈地看着她, 我想给你熬姜汤, 但这火折子, 怎么点不着火? 她嘴角一勾, 大约是在笑我笨。 粗力的大手附在我手上, 拿起另一头, 轻轻一擦, 火就燃了她抓住我的手, 拿起灶边的枯草, 引燃了灶火。 冷峻的侧脸, 在火光的映衬下, 越发好看。 我红着脸抽开手, 心怦怦地跳。 她若不是哑巴, 定是很多女子轻的对象, 环顾四周, 我问她, 姜在哪里? 萧芸轻笑了下, 把我推出门外, 那首饰的意思是, 她自己来。 萧芸喝完姜汤, 我们一同去摊子送豆腐。 萧母忙得不可开交, 我留下来帮忙收钱, 萧母让萧芸去村里收豆子, 这个急事, 摊主有一半是妇人, 她们不识字, 却各有各的本事。 卖猪肉的桃婶, 一刀下去就足斤足两。 卖凉茶的陈姐, 熟记每位客人的口味喜好。 娘说, 女子最大的虔诚便是嫁人, 从小教我识字女工, 看账, 调教下人。 但此刻, 我发现女子人生有另一种可能, 不依附于夫君, 也能闯出一片天地。 快收摊时, 萧母又塞了一袋钱到我手里, 月儿, 这是你今日的工钱。 我不能要, 我在您家白吃白住, 她捂住我的嘴, 干了活就得给钱。 不管你是不是我儿媳, 这钱都该给。 顿绝手中的钱袋沉甸甸, 萧母提起那剩下的一点豆浆, 放在板车上, 自言自语, 真可惜, 又得倒掉。 我想起小时候吃过北方的咸豆花, 娘为我调制佐料, 酱油, 盐, 花椒, 芝麻, 有时还会放一点辣椒, 拌着豆花吃, 味道甚好。 我开口问, 您就没有想过, 点豆花来卖吗? 我们母子忙不过来, 这些豆浆要是有客人要, 我就送, 不然就给农户喂猪。 这不是由我吗? 萧母眼神一亮, 月儿, 你愿意留下来。 我点头, 您是我的东家呀, 刚刚不是都给我工钱了吗? 她眼犯经营, 连连说好。 第二天, 我们起个大早, 萧母点豆花, 我凭着记忆调料。 萧云去柴房找来一些坏掉的桌椅, 修修补补, 又能派上用场。 我们不仅卖豆腐, 也卖豆花, 咸甜都有, 大家觉得稀奇, 尝起来特别。 生意越来越好, 萧母每日给我的工钱也越来越多。 晚上, 我点着烛火, 记着账, 萧云坐我旁边, 递来一杯水。 我问她, 你会吗? 若以后我走了, 谁来记账? 她摇摇头, 我笑道, 我教你可好。 萧母进来, 云儿未上过学堂, 连字也不识两个呢。 没关系, 我可以教她。 我转过脸与她对视, 她眼中充满期待, 我不好意思低下头。 我在衣箱里拿出娘做的字帖, 从最简单的交起。 萧云学会写字, 日后想说什么便可以写在纸上豆花摊的生意很好, 桌位摆到了隔壁摊子。 我和萧母商量着, 租个店面来经营。 看了几家店面, 就只有正安街的那家最合心意, 租金也最贵。 听贵地说, 这家店面的大房东是林家。 萧夫人, 您儿媳不适合林少夫人是姐妹吗? 不如去商量商量。 萧母脸色尴尬, 回绝道, 不了, 不了。 她甚至背后的纠葛, 不忍让我为难, 我们在镇上逛了一整天, 萧云烧水给萧母泡脚。 我在厅堂的桌上, 瞧见她链字的纸。 那些纸上, 密密麻麻写满我的名字, 沈佩月。 她走进来, 匆忙地拿过纸, 藏于身后, 不小心碰到烛火。 纸燃了起来, 萧云见状用手去拍, 想灭火, 却被烫得收回手, 我端起桌上的茶杯, 淋下去, 火被熄灭。 她捡起那些烧成灰烬的纸屑, 满脸可惜, 我撞上她的同仁, 向春水泛起涟漪, 深吸一口气, 问她, 全是我的名字。 她也不怯, 迎上我的目光, 烛火被晚风吹得忽明忽暗, 她脸上有斑驳的阴影。 萧云拿起笔, 着急想写什么, 笔刚触到纸上, 听萧母在唤, 云儿, 我泡好了, 你端出去吧。 思绪收拢, 耳根发圆, 我转身不看她, 背后传来她渐行渐远的脚步声。 天蒙蒙亮, 我刚起床, 想去瞧瞧昨晚泡下的豆子。 一出门就撞进硬朗的胸膛, 退了两步, 萧云递给我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 我要去收豆子, 你去吗? 有个会说话的方便许多, 可以讨价还价。 我点头说好, 同她一起上路。 收豆子的事谈得很顺利, 我们需要稳定的货源, 谈了两家, 货好价少, 隔日就给我们送来 我步子轻快地走在填坎上, 萧云生怕我摔倒, 张着胳膊, 在身后小心翼翼地护着 我到了城门口, 一辆马车停在我们面前, 林赫轩从车上下来。 佩月, 我有话同你说。 她皱眉看着我, 又看了看身后的萧云, 妹夫有什么话, 就在此处说吧。 她想来牵我胳膊, 被萧云打断, 林赫轩声音急切, 佩月, 你等我些时日, 我迎你回府。 我盛美, 妹夫,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和她只是挂名夫妻, 等我说服父亲, 我你做我的平妻。 她上前两步, 萧云伸手将她推开。 林赫轩, 你要是有心娶我, 当日在堂上就该站出来。 我不是非嫁你不可, 这些话以后莫要再提。 想到她当日畏缩的模样, 我不由轻笑一声, 这亲幸好没成, 不然也是一世混沌。 林赫轩动了动嘴, 最终吞下了想说的话, 我拉着萧的走进城中。 到了家门口, 萧母瞧见, 萧盈盈地说, 快来帮忙开饭。 这夜睡得不好, 天边翻起白边时, 我听到有人推门的声音。 昨天晚膳, 萧母说过, 今天让萧云去酒楼送豆腐。 我穿衣梳洗, 刚推开门, 门框上就掉下来一个用手绢包着的东西。 打开一看, 是一只精致小巧的银簪, 还有一张字条, 青丝灯簪, 聊表我意。 异样的情绪在胸前堆积, 心发紧发烫。 我跑进厅堂, 换萧云的名字, 萧母走进来, 云儿去送豆腐了, 刚走。 我去找她, 我想快些见到她。 街上行人寥寥, 我很快就看到一个 推着板车的身影, 追上前去, 萧云。 她回眸看我, 张了张口, 无声, 一声千言万语, 这时, 前面传来打斗的声音。 一位黑衣男子跑过来, 我们的板车挡了她的去路。 她一怒, 手中的刀冲我砍来, 萧云用手, 死死地握住刀口, 鲜血顺着她的胳膊, 一直往下流。 眼看捕快就要追来, 黑衣男子一脚踢开我们的板车, 跑远了, 你们没事吧? 一个捕快停下来, 看萧云满手鲜血, 赶紧去医馆。 我将板车停在路旁, 拉着萧云去敲医馆的门, 时辰上早, 李郎中才刚起床郎中, 萧云的伤要不要紧。 李郎中一边抹药, 一边摇头, 眉伤到筋骨。 你夫君为你徒手挡刀, 娘子有福气。 我脸通红, 心弦一松, 李郎中又说, 萧郎一点也不怕痛, 坑都不坑一声。 我为难道, 他是哑巴。 哑巴。 从后堂走出来一位白衣男子, 可否让我瞧瞧? 我疑惑地看着李郎中, 他说, 这位是我的哲儿, 姓薛, 师从宫中御医, 不妨让他看看, 说不定萧郎这哑病能治。 萧云捏紧我的手, 点点头, 我说好。 薛郎中替他把脉, 瞧了嘴舌, 又摸了下脖子, 沉默了一瞬, 他说, 萧郎嗓子有郁节, 并非天生。 我心中大喜, 可以治吗? 缺一味药, 药宫中才有, 我过几天药回京, 可帮你们一问。 药物配合针灸, 或许有用。 谢谢薛郎中, 无论花多少银子, 请治好我夫君的雅籍。 李郎中笑道, 你们倒是夫妻情深。 使嘴快, 我看萧云一眼, 害羞低下头。 没送成豆腐, 我们去酒楼退了钱, 推着推车回家。 将方才发生的事, 同萧母戏说, 她吓得面色发青, 赴我们以后小心。 萧云的手受了伤, 没法推磨。 萧母安慰我, 说正好趁机休息几日, 好好选铺子。 晚上, 我替萧云换药, 见她手腕内侧, 有一个青紫色的胎记, 便问, 这是从小就有的吗? 她点头, 要敷在伤口, 微微刺痛, 她欠了欠唇。 我轻轻呼气, 忍一忍。 她张嘴, 发不出声, 又气又恼。 我看笑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给我些时日考虑好吗? 我分不清对你, 是恩情还是别的, 稀里糊涂。 对你我都不负责。 萧云点点头, 萧母走进来, 端着温水, 要为萧云擦身。 我夺不出门, 又被她叫住, 上午正安街的掌柜来过, 铺子可以便宜租给我们。 我心中默想, 可能是林赫轩吩咐的。 萧母接着说, 我回绝了, 咱们另找。 隔几日, 我们选好铺子, 就在往日集市的街口, 老客人也好找。 我与萧母准备出门, 碰见医馆的小厮。 她说, 薛郎中从京城回来了, 要我去领药, 我们二人一同去拿药, 薛郎中为萧云施针。 萧母问薛郎中, 萧云的病几时能治好, 郎中摇摇头, 说耽误太久, 她也没有十足把握, 萧母埋怨自己。 她以为萧云天生雅, 从未想过要医治, 才耽误她这么多年。 萧云轻拍自己母亲的背, 宽慰她。 不日, 我们新扑开张, 街放四邻都来捧场。 我又调制了几种新口味, 大家连连夸赞。 从前听说沈夫子家的大姑娘饱读诗书, 做起生意来也这般能干。 萧妈有福气, 娶了个好儿媳。 萧母笑得何不拢嘴, 却说, 不是儿媳, 是女儿。 人群中走来一位生面孔, 她仔细打量着萧云。 我问道, 夫人要什么? 她不会说话。 她瞧见萧云手腕内侧的胎记, 瞳孔一震, 转身就走。 我们觉得奇怪, 陶婶说她是刚搬来镇上的, 帮人将洗衣服, 住在后巷, 大家都叫她妻婶。 铺子里人来人往, 很快大家又聊起别的。 天色渐晚, 我们准备关门, 身后传来脚步声, 林赫轩站在月色下, 脸色僵硬, 萧母见气氛凝滞, 和萧云先走, 在我耳边轻语, 同她说清楚, 佩月, 为什么不租那间铺子? 她朝我挪了一步, 我嗅到她身上的酒气, 极不耐烦道, 不想和你扯上干系。 佩月, 我也有苦衷, 我那继母把持大权, 我根本, 我压制怒意, 打断她, 我不是傻子, 是苦衷, 还是言不由衷, 我还分得清。 我冷冷地凝视她, 她眼神闪躲, 你只是不甘心, 没嫁进林家, 我也能过好。 你使我小恩小惠, 想试探我的心, 搅乱我的生活。 心思被戳穿, 林赫轩脸色发白。 我淡默疏离道, 你想过你府中的妻子吗? 不管她用什么手段嫁到你家, 你娶了她, 就该好好待她。 你这般同我纠缠, 想过她吗? 扔下话, 我快不走远, 听见身后传来她的怒吼, 那哑巴, 有什么好? 故事未完待续, 故事二。 刚刚踏进民政局, 我开始没来由地干呕, 旁边的路人都好奇地看过来, 这人怎么回事啊? 对结婚过敏吗? 我尴尬地想找个地方, 旁边我马上就要离婚的老公寓里, 向我投来了疑惑的视线。 没事, 我肠胃不太舒服, 去医院看看吧。 没等我话说完, 她已经拽着我往医院走了。 到了医院才想起来, 我们都没挂号, 好在现在有智能科技, 可以网上挂号。 你帮我挂一下那颗。 玉里嗡了一声, 手机上却显示着产颗。 男人, 你在玩火? 来都来了, 顺便检查一下吧。 虽然但是, 咱们不是说好的今天离婚吗? 现在在这里看病, 是不是不太好? 哦, 我刚才顺便看了下今天的运势, 不太好, 不适合离婚。 哇哦, 真厉害。 一个公司老板, 不看财报看运势。 况且, 我只听说日子不宜结婚, 不宜离婚,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敢问, 您看的是黄历八字的运势, 还是星座的运势啊? 结婚三年, 我第一次在玉里的脸上, 看见了窘迫二字。 最后, 玉里拽着我做了一系列检查, 抽写化验。 医生拿着化验单, 眉开眼笑, 单子显示, 确实是妊娠了, 上次月经什么时候结束的。 我脑子一片空白, 根本想不起来, 身后的玉里脱口而出一个时间。 哎呀, 这个老公还不错吗? 医生满意地点点头, 目前看来一切正常, 怀孕四周了, 孩子要不要啊? 要。 玉里再一次脱口而出, 我回头震惊地望着她。 大哥, 你是不是忘记了? 我俩准备去离婚来着, 可是玉里没收到我的眼神暗示, 反而直接拉了个椅子, 坐在我旁边, 跟医生聊起了注意事项。 不用紧张, 第一次怀孕吗? 外面都有注意事项, 孕兔也是正常现象, 保持愉悦的心情最重要。 玉里被挺得笔直, 乖巧地点头, 简直比她开会的时候还要认真。 医生连连点头, 临走前都还在赞不绝口, 小姑娘, 你老公还不错哦, 我每天接待这么多人, 就你老公是最认真了。 我勉强笑了笑, 跟着玉里离开了医院。 玉里发动汽车, 车辆明显是往回家的方向开。 回来时, 我们路过了民政局, 我才猛然反应过来, 咱们不是出门离婚的吗? 我怎么突然揣了个仔啊? 你想让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吗? 我瞬间就沉默了, 毕竟我从小就在单亲家庭长大, 这样的苦我也受过。 所以, 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 这婚不能离了。 可是, 她现在只是一个胚胎啊, 心脏都没长出来, 怎么就身心发展了? 玉里没说话, 只是默默踩下油门, 车辆加速, 很快到家。 刚一进家门, 我就看见婆婆快步朝我迎过来, 距离我一步的位置, 她停下脚步, 守在半空中乱晃, 眼神亮晶晶地看着我。 妈妈, 你怎么了? 怎么感觉今天这一大家子都不正常? 你, 你怀孕了? 婆婆激动得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刚想摸摸我的肚子, 随后又收回手, 嘴里念念有词, 不行, 不能摸, 摸多了会期待绕井。 妈妈, 她现在还没有脖子, 况且怎么大家都知道我怀孕了。 我走进家门, 差点没闪瞎眼, 桌上摆着许多的珠宝首饰, 边上还放着好几答现金。 平时一向不苟言笑的公公, 也罕见露出笑容, 小小回来了, 赶紧坐下休息吧。 婆婆赶紧招呼我坐下, 开始给我介绍桌上的珠宝, 这些现在都是你的了。 我激动得差点没给她跪下, 以后你就是我亲妈了。 作为过来人, 我知道怀孕辛苦得很, 以后你有什么不爽的, 就找玉璃发泄出来, 千万被闷在心里, 产前产后都很容易得抑郁症的。 产前产后, 妈妈, 你怎么知道我怀孕了? 婆婆明显一愣, 玉璃发了朋友圈啊, 还在家族群里发了化验单, 你那个当医生的姑妈 一眼就看出来了, 等会儿我们再给你发红包啊。 我顿时感觉两眼一黑, 也就是说, 七大姑八大姨都知道了。 等公公婆婆离开后, 我躺在沙发上消化事实。 旁边的手机响个不停, 我拿起来一看, 全是来自家族群的。 从我婆婆开始, 人人都在发转账, 只能我一个接收。 最关键的是, 大家发的红包数额都不小。 上次这种待遇, 还是我和玉璃刚刚结婚的时候。 正想的出神, 玉璃端着一杯温水, 递到我面前, 喝点水吧。 她将水递给我, 又开始收拾桌上婆婆留下的珠宝, 我给你用盒子装好, 你自己放进保险箱里吧。 在家里, 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保险箱, 密码只有我自己知道。 专属于我的小金库, 玉璃, 我们今天不是去离婚的吗? 怎么突然有了孩子, 还收了这么多礼物? 我突然反应过来, 将手边的抱枕扔过去, 禽兽, 你什么时候没带的? 玉璃被抱枕砸中也不恼, 甚至嘴角还出现一抹笑意, 既然都怀孕了, 说明孩子和我们有缘, 干脆顺其自然把孩子生下来吧。 话虽如此, 可是你忘了吗? 我们是契约婚姻啊。 结婚前, 我们就说好了的, 扮演三年恩爱夫妻, 三年之后就离婚。 怎么现在婚还没离, 孩子就来了? 三年前, 我父亲突然得了重病, 我刚刚大三, 每天学校医院两头跑, 还在为了医药费发愁的时候, 正好在医院里撞上了玉璃。 玉璃比我大两届, 我们不同专业, 平时的交集少之又少, 只有在学生会的时候, 打过几次照面。 我下意识想要躲开, 却被玉璃抓个正着。 我最近很需要一个可以结婚的对象,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结婚, 你父亲的事情我来解决。 玉璃开出了我无法拒绝的条件, 再加上当初在学校时的那点春心萌动, 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问起当初为什么选择我, 玉璃眼神有些回避, 我爷爷身体不好, 临终前想看着我结婚, 正好就遇见你, 又是我学妹, 性格也是我爷爷喜欢的那种。 确实, 玉璃的爷爷十分喜欢我, 应该说他家里人对我都挺好的。 可是我这样普通的性格, 人堆里面应该能找出不少, 不知道这便宜怎么就掉在了我头上。 最重要的是, 结婚前还体弱多病的爷爷, 结婚后身体素质突然提高了, 还能时不时出门跑步, 闲着没事在家里练练太急。 我看着我面前认真整理东西的男人, 不由深思。 当初你该不会是故意骗我的吧, 三年之后就离婚, 不会是什么幌子吧。 说什么呢, 怀孕了就不要乱想。 玉璃站起身, 转身进了厨房。 桌上的珠宝已经全部装好, 我将它们全部放进了保险柜里。 保险柜里还有不少的东西, 都是结婚三年, 公公婆婆送的, 还有一部分是玉璃送的。 婆婆偏好送各种珠宝首饰, 但是玉璃更直接, 结婚后直接将现在住的房子过户在我名下, 还有市中心的一套学区房。 不知不觉, 我都快成为小富婆了, 就算以后和玉璃离婚, 我也能把小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果然, 当初答应结婚是一件正确的决定。 越想越开心, 我哼着歌下楼, 玉璃正在厨房里忙着做饭。 说来也奇怪, 玉璃怎么看都像是小说中的霸道总裁, 家是好, 长得好, 自身也有能力。 可是小说里的总裁毛病, 他是一点没有。 尊重女性, 不爱挑毛病, 没有洁癖, 没有胃病, 最大的兴趣爱好居然是做饭。 擅长各种甜品的制作, 为此家里面还背着各种各样的烹饪工具。 来吃个草莓。 正思考得入神, 玉璃突然转身, 修长的手指捏着一个鲜红的草莓递到我面前。 我接过草莓, 看着正在挤奶油的男人发呆, 直到电话铃声突然打破了个人。 手机在我外套里, 帮我拿一下。 我赶紧拿来手机, 是助理打来的电话。 你接就是。 我接起电话, 平时冷静严肃的助理此刻说话, 竟然带着一丝小心翼翼。 玉总, 你现在忙吗? 我看了眼专注给蛋糕抹面滴男人。 应该也算忙吧, 他就在我旁边, 你有什么事情吗? 是夫人吗? 啊, 太好了。 好在哪儿?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助理说话的声音都明显放松了不少。 我就是想给玉总说一声, 之前定下来的那位合作商上午十点左右会来公司, 所以我来确定行程。 玉礼和助理交代了几句, 才挂掉电话。 整整一天, 我都还没从怀孕这件事情上反应过来, 以至于晚上刷牙的时候, 我还在镜子前倒腾我的魔幻舞步。 直到玉礼漆黑着脸色出现在我面前, 你不怕在浴室里摔跤吗? 摔倒了再爬起来呗, 话音刚落, 我才反应过来我肚子里揣着个仔。 好在玉礼只是瞪了我一眼没说话。 第二天一早, 婆婆就让人送来了好几套衣服, 据说是可以防辐射。 穿鞋的时候, 我特意挑了双平底鞋。 玉礼还是看着我皱眉, 要不你别去上班了吧, 就在家里好好休息。 听听, 这就是资本家的嘴脸, 上班可以想不去就不去。 你打算让我未来九个月都待在家里? 玉礼想了想, 还是同意了。 其实大学毕业之后嘛, 我就在玉礼的公司工作, 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想过去其他公司。 但是职场内卷过于严重, 每天加班加道昏天黑地。 最后被男人紧急叫停, 打包到了自家公司。 好在我平时做的财务工作, 基本白天也见不到面, 下班再一起回家。 刚一进公司, 同事就神秘兮兮地凑过来, 我告诉你一个八卦。 财务科基本都是女孩子, 聚在一起谈论最多的事情就是八卦, 以至于现在我看到同事这种表情都已经免疫了。 是哪位明星又爆出来孩子了? 不不不, 是咱们公司的事情, 关于玉总的。 我的手顿了顿, 刚刚坐下, 同事递给我一张照片, 有人拍到昨天, 玉总去了医院, 还是妇产科哦。 照片里, 玉里就站在化验室前排队等着结果, 我看着照片心里咯噔一声, 谁拍的呀? 不会拍到我了吧? 当初进公司的时候, 我刻意隐瞒了和玉里的关系, 就是为了和同事快乐打成一片, 要是现在爆出来, 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我的一个朋友, 昨天去医院产检, 说遇到了一个超级大帅哥, 我一看这不是我们玉总吗? 同事十分得意, 拉着我的手讲个不停。 你不知道, 你来公司之前玉总就已经结婚了, 结婚的时候还给全公司都放了一天假, 还准备了洗糖。 我当然知道了, 结婚的时候, 我还跟老师请的假出去领的结婚证, 不到半天的时间, 玉里去妇产科的事情, 已经传遍了整个部门, 每次听到这个八卦, 我都会心脏一紧。 中午的时候, 正准备去食堂吃饭, 玉里的消息过来了, 中午, 我要和合作商吃饭, 你也一起过来吧, 我正想回绝, 那头消息又来了, 我在办公室等你, 很好, 领导的话就是命令。 趁着没人注意, 我到了顶楼办公室, 顶楼的气氛完全不同, 安静宽敞。 助理在门口迎接我, 一看到我就眉开眼笑地将我带到了会议室。 我这才发现, 会议室里还有几个陌生的面孔, 其中有一个长相美艳的女人, 从看到我的第一面开始, 眼神就极其不善。 这位是, 玉里走到我身边, 自然地牵起我的手, 这位是我太太王晓晓。 女人的眼神中带着审视, 扮上后才站起身朝我伸出手, 你好, 我叫安娜。 可能是女人的直觉, 安娜看着我的眼神明显不怀好意, 但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也没有得罪她的原因吧。 唯一的可能还是出现在玉里身上。 真是的, 什么年代了还搞辞敬这一套。 我伸出手, 短暂地交握之后, 安娜问起了中午吃什么。 玉里的助理立刻站出来, 说了好几家餐厅, 城南的那家西餐味道很不错, 而且有些口味很清淡的菜式, 并且水果很多, 夫人刚刚怀孕, 应该很合适。 该, 这么快助理都知道我怀孕这件事情了吗? 听到怀孕两个字, 安娜瞬间变了脸色, 半晌后才挤出一个笔哭还难看的笑容, 夫人都已经怀孕了吗? 真是看不出来, 不知你们结婚多久了。 三年了, 我府上小妇, 露出幸福的微笑, 安娜的手逐渐握紧成全。 饭桌上, 安娜时不时说起在国外的见闻, 玉里都礼貌地回应了, 只是手上的动作不停, 很快将切好的牛排和我调换。 安娜咬咬牙, 将视线落在我身上, 说起来, 夫人也是在玉总的公司工作吗? 我点点头, 安娜的眼神更加得意了, 还真是羡慕夫人, 丈夫就是老板, 工作应该很轻松吧, 不像我们还要卖力地打工。 没有这份福气。 放屁, 月末加班的时候, 我也从来没有缺席过好吗? 平时生怕迟到背扣全勤。 可能就是不同命吧, 我也就经常安慰自己, 不依附男人, 做一个女强人挺好的, 闯出自己的事业, 将来和老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也可以更好地辅佐她。 我撑着下巴, 耐心地看着安娜表演。 这种阴阳怪气的语气, 我要是还没听出来的话, 真是白瞎我这些年, 看过的小说电视剧。 哎呀, 我是不是话说得太多了? 我真的不是在说, 夫人你哦, 你千万不要介意。 说着安娜还得意洋洋地看我一眼。 我为什么要介意呢? 我觉得您说得挺对的, 只是女性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都是自己决定的。 有些女性可以选择在事业上发光发热, 有些女性选择辅佐丈夫。 说白了, 女性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她都是伟大的, 不应该因为赚钱的多少来贬低自己。 玉里看了我一眼, 将刚刚包好的虾放在我碗里, 你说得对, 老婆辛苦了。 安娜紧咬着下唇没吭声, 只是切牛排的手越来越用力, 还以为多高的倒横, 结果说两句就生气了。 我耸耸肩, 继续享受我的午餐。 直到用餐结束的时候, 沉默了许久的安娜才突然说出口, 对了, 上个星期我遇见了乔西, 她还问起你, 听说她大概下个星期要回来了吧。 虽然没听过这个名字, 但是安娜说出口的时候, 我注意到玉里有短暂的诗神, 但很快恢复正常。 是吗? 那看来她的游学之行结束了, 我应该好好恭喜她才是。 当然了, 她还是和几年前一样, 一点都没有变化, 还是一头长发, 喜欢穿白裙, 白裙, 长发。 我突然感觉莫名的熟悉, 离开餐厅的时候, 我才猛然想起来, 玉里的书房里有一张油画, 画的就是一个白裙长发的女孩。 我曾在书房找文件的时候, 看见过, 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但是办公的时候, 抬起头, 又正好能看见。 甚至好几次我都看见, 玉里看着那幅画出神。 一开始,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师的作品, 但是直到安娜说我才想起来。 之后的几天, 玉里都十分忙碌, 听说和安娜的这次合作, 是本季度最重要的合作。 连带着我们财务部都忙碌起来, 各种报表数据统计数不胜数。 吃叶酸的时候, 我才想起来, 玉里在公司连着加班好几天了。 晚上我又是一个人回的家, 鬼使神差地去了书房, 仔细打量着那幅画。 画中的女子站在树下, 长裙飘飘, 一头长发披散在脑后, 光是背影都可以想象, 是怎么样的美人。 我看了半晌, 突然一股恶心感涌上来, 我冲进厕所, 在马桶上吐得昏天黑地。 我记得玉里是会画油画的, 所以那幅画是她亲手画的吗? 画上的女人是不是安娜口中的乔西? 她和玉里又是什么关系? 一连串的问题压在我的脑海里, 让我喘不上气。 本来打算找玉里问清楚的, 可是当晚人没有回来。 第二天一早, 我刚进公司, 就被领导抓去做文件。 这个文件很重要的, 等会儿要上去给玉总和合作商看的, 认真点。 我点点头, 正好手机里传来玉里的短信, 来查课我有没有吃早饭。 回复完毕之后, 我抽出了许久, 还是关掉了手机。 算了还是当面问, 比较好。 文件好不容易整理完毕, 领导直接把我一起带去了会议室。 万一等会儿出了什么问题, 你在旁边也能解释一下吗? 领导一副如林大敌的样子, 不知道还以为玉里会吃人一样。 会议室里坐了不少人, 玉里和安娜坐在首位上, 下面还有很多我没见过的陌生面孔, 大概都是合作商公司的人。 正常, 谈合作就是这样, 咱们找个位置站着当背景板就行。 领导拍拍我的肩膀, 反正你穿的平底鞋, 站两个小时不费劲。 我点点头刚准备找个角落装空气, 玉里的助理已经拿着两个椅子过来了。 哎呀, 这怎么好意思麻烦您亲自拿过来呢? 领导忙着和助理客套, 我抬眼就对上玉里的目光, 眼中还带着一丝笑意。 他拿出手机不知输入了什么, 很快我收到消息, 要是有哪里不舒服就告诉我。 我心头一暖, 朝他点点头。 会议室的氛围十分严肃, 双方谈判你来我往, 力求要将利益最大化。 好不容易敲定完大部分细节, 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了。 我借口上厕所出去透口气, 在洗手间洗了把脸, 正打算离开, 没想到被安娜拦住了去路。 夫人真是辛苦啊, 怀着孕还要辛苦工作。 我轻笑一声正要离开, 安娜却突然抓住我的手, 是爱岗敬业啊, 还是担心玉总看上了其他女人, 所以才要贴身监视。 安娜看着我似笑非笑, 或许夫人是在戒怀乔西的事情吧。 又是乔西? 我有什么好戒怀的呢? 说实话我都没听说过这号人物, 我和玉璃结婚三年了都没听过, 说明不是什么重要的人。 安娜瞬间阴沉着脸色, 抓着我的手逐渐收紧, 有时候不敢说出口, 可能是无法忘怀, 也可能是还没有对夫人这么焦心吧。 这个女人脸皮真是厚到一定高度了。 我轻叹一声, 甩开她的手, 那么就请你说说这位乔西是哪号人物吧。 既然安娜能趁着合作的间隙, 都要找过来提起乔西, 肯定不单单只是说起这个名字这么简单。 正好也可以让我打听一下, 乔西到底和玉璃发生了什么。 那夫人可要坚持住, 毕竟你还怀着孩子, 不能生气。 安娜得意洋洋地看我一眼, 好像夫人是玉总的学妹吧, 实不相瞒。 其实我和乔西还有玉总大学的时候是同学, 只是大二那年我们俩就出国了。 乔西和玉总当年可是大学里人人赞叹的一对。 乔西是校花, 校花校草的爱情, 全校都羡慕。 当时玉总和乔西初双入队, 只是后来乔西出国两人分开了。 你说这算不算可惜呀? 我沉默了许久, 看着面前高傲得意的女人, 然后呢, 这有什么好可惜的? 你说什么? 我说, 既然两人这么相爱, 为什么会分开? 谁大学的时候没有谈过恋爱? 你说这么神秘, 我还以为乔西以前救过玉里的命呢? 结果搞了半天, 只不过是谈了一年的前女友。 我和玉里结婚三年了, 不管怎么说, 也是她老婆, 我们没离婚之前, 前任再怎么想上位, 也要掂量掂量自己吧。 安娜脸色瞬间变得阴沉, 那我们就看看, 乔西很快就回来了, 看看你还怎么嚣张下去。 说完, 安娜恶狠狠瞪了我一眼, 扬长而去。 晚上玉里难得处理完所有工作, 和我一起回家。 我偏头看向开车的男人, 玉里模样好看, 第一眼看过去, 就能牢牢吸引所有人的视线。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是冲着这张脸, 加入了学生会, 只是当时的玉里, 已经大三了, 听说还在外面和几个朋友联手创业。 因此, 我在学生会看到他的机会少之又少。 唯一一次近距离接触, 就是学生会聚餐的时候, 玉里罕见地出席了我们的聚会。 大家窜多着喝酒, 但是我滴酒不沾, 玉里也因为当时吃了药。 于是我们两个不能喝酒的人, 坐在另一边, 抱着两杯饮料说话。 但是那晚是我大学时光里, 记忆深刻的一晚。 玉里就坐在我旁边, 昏暗的灯光下和我谈天说地, 纵使我的话题有多么枯燥无聊, 他也耐心听我说完了全程。 你一直看着我做什么? 等红灯的间隙, 玉里突然偏头看向我。 我在想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 这么多人惦记你。 你说的很多人里面也包括自己吗? 玉里偏头看向我, 语气中带着戏谑。 结婚之后, 我可是很洁身自好, 保证没有在外面拈花惹草, 唯一招惹的只有你一朵鲜花了。 那乔西呢? 玉里明显一愣, 嘴唇如动了半上, 我坐在副驾驶上, 耐心等着她的答案。 那是过去式了。 绿灯开始后, 玉里发动汽车, 心情却不似之前。 今天安娜找我说话, 一直提到乔西, 他们关系很好吗? 你和乔西以前发生了什么? 我们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 无关爱情, 我早就不爱她了, 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愧疚。 愧疚? 我有些疑惑, 等着玉里的下文。 至于安娜, 其实她和乔西关系不怎么好, 一直向你提起她, 可能是因为想让你生气, 让你在我面前无理取闹, 我就没时间想合作的事情, 借此他们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 玉里的话让我心里一惊。 我以为乔西和安娜是多好的关系, 安娜是在为朋友抱不平, 没想到是因为牵扯到自己的利益。 难怪安娜要再讨论合作的间隙来找我说话, 原来是故意掐好了时间。 幸好我没有发脾气来烦你, 不然这合约可就毁在我手上了。 话音刚落, 玉里却瞪我一眼, 所以听到我以前的情识, 你就一点都不生气吗? 我下意识想要点头, 话到嘴边却又沉默了。 说不在意是假的, 不然我也不会在书房里站许久, 就为了看一幅画。 可是我始终记得我和玉里, 当初是因为合约才结婚的。 虽然现在三年时间到了, 我意外怀孕, 离婚的事情也不了了之。 但是这件事情如同扎在我心里的一根刺, 让我一直记挂着。 直到晚上回家, 我都放不下这件事情。 晚上玉里躺在我身边, 手上还拿着一本关于怀孕的书籍, 看得津津有味。 书上说怀孕之后吃东西会没胃口, 你最近饮食怎么样? 我仔细思考了一下, 能吃能睡堪比小猪。 说明我们的宝宝还是很心疼妈妈的。 说着, 玉里的手已经俯上我的小腹。 好神奇呀, 感觉小腹已经有点凸起了, 是不是因为孩子正在一天天长大? 没有, 是因为我晚上吃太多了, 那都是我的肉。 原本温馨的气氛被我瞬间打破, 玉里小声骂了一句不解风情。 就在这时, 手机突然响起, 打破了室内的寂静。 玉里拿过手机, 是一串陌生来电, 但是他却瞬间变了脸色。 他接通电话, 按下了免提。 玉里, 电话那头是一个温柔的女生, 温柔的仿佛能掐出水来。 我回国了, 现在刚下飞机。 我第一反应就是乔西, 朝玉里比了嘴形。 他点点头, 嗯, 恭喜你毕业。 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就先挂了。 你能来接我吗? 我不想给家里人打电话。 此时此刻, 我应该大度一点, 让玉里去接人, 还是应该拉着人不让走。 你不可能永远不联系家里人吧? 可是我今晚真的不想给他们打电话, 而且现在已经很晚了, 他们不会接我的电话的。 玉里, 只是这一晚而已。 乔西的声音带着急迫, 隐隐透露着哭腔。 国内现在发展挺好的, 打车非常的方便, 你可以下载一个打车软件, 就这样吧。 没等乔西说话, 玉里立刻挂掉了电话。 我将男人的举动收入眼中, 心中的好奇逐渐扩大。 当年你和乔西到底发生了什么? 玉里沉默地看了我许久, 最后伸手紧紧抱住我。 大二的时候, 我忙着学业又时不时要去我爸的公司 帮着打打下手, 因此冷落了乔西。 我们经常吵架, 后来就提出了分手。 没过几天我送一个合作商回酒店, 但是被乔西误会了, 她自己去了酒吧买醉。 然后说到一半, 玉里突然顿住了。 她喝醉了, 在酒吧里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漂亮女孩在酒吧里买醉, 我大概能猜到后续事件了。 那后来呢? 乔西的父母思想很传统, 对这件事情很生气, 后来乔西患上了抑郁症, 因此去了国外治疗。 安娜不知道这件事情, 以为是她去了国外, 我们才分开。 我心中瞬间了然, 就算有人问起来这件事情的真相, 玉里为了乔西, 肯定也不会说出来。 难怪这么多年, 她一直放不下这件事情。 难怪你要在书房里放她的油画。 我心中释然了不少, 刚准备安慰她几句, 玉里突然抬头看向我, 你说什么油画? 就是书房那幅啊, 白裙子长头发的。 玉里愣了许久, 一双眼里都是震惊, 半晌后才吐出几个字, 那是我妈。 干,尴尬了。 于是, 大晚上两个不睡觉的人在书房里, 研究那幅油画。 玉里甚至翻出 婆婆年轻时候的照片, 给我对比。 有段时间, 我妈沉迷画油画, 说要记录自己年轻的时候, 就在书房也挂了一幅。 这房子最开始是他们的, 后来我毕业了才送给我, 这幅画挂在那里, 就一直没撤下来。 我看着面前的画和照片,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所以, 你其实是别扭的, 一直记着照片的事情。 玉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眼中还有些得意, 吃醋了为什么不说呀? 你问我, 我肯定会给你解释的。 经常吃醋对孩子不好。 走开。 我生气地推了一把, 要是能穿越回去, 我绝对不会问这个傻瓜问题的。 因为这幅画, 玉里一个人得意了很长一段时间, 甚至时不时都会提起这件事情。 其实你是爱我的吧, 不然你不会吃醋的, 你干脆承认了。 我咬着牙坚决不愿意回应这个问题。 月底的时候, 我和玉里一起去产检, 指标一切正常, 本来还在高兴, 结果第二天回公司, 我就收到了众人的眼神洗礼。 好啊你, 小小, 这么大的事情, 你居然不告诉我们。 我一头雾水看着同事, 直到他拿出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是正在等产检报告的玉里, 旁边还站着正在啃面包的我。 所以, 我这是掉马了吗? 我怀孕一事, 受到了同事们的广泛祝福。 但是他们话语中的拘束也让我明白, 从此茶水间八卦再也没有我的位置。 越想越难过, 我趴在桌子上发呆, 看着落地窗外面的景色, 却在公司门口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是安娜, 但是合约都签完了, 她出现在公司干什么? 没一会, 一辆红色的跑车停在门前, 车上下来一个漂亮的女人。 虽然墨镜遮住了大半张脸, 但是一头柔顺的长发再配上白裙, 第一眼看过去就让人觉得这是个美人。 两人在公司门口说了几句, 没一会儿就挽着手一起走进公司。 安娜不紧来, 还带着一个女人过来, 我脑海里瞬间出现了乔西的名字。 安娜让乔西来找玉里, 我带着一货直接去了顶楼, 反正现在身份也藏不住, 我大大方方上楼也没什么。 顶楼宽敞又安静, 我走到玉里的办公室门前, 还没开门就听到里面的声音。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啊? 当年你和乔西多好, 为什么现在你却和别人在一起了? 是安娜的声音, 听起来就像是帮自己的好朋友来找渣男要个说法的。 安娜,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你要是没事的话就先离开吧。 行, 我走行了吧。 说着脚步声越来越近, 我还没反应过来, 办公室门突然打开, 安娜和我撞个正着。 你怎么在这儿? 安娜看着我冷笑。 该不会是担心自己的老公被抢走吧, 所以赶紧上来看看。 还没等我说话, 玉里已经脚步匆匆走过来, 将我拽入怀中。 安娜狠狠瞪了我一眼, 转身离开。 我第一次见到乔西, 不愧是当年的笑花, 长着一张我见油脸的脸, 特别容易激起人的保护欲。 这是你太太吗? 和你很配。 乔西微微一笑, 视线落在我的小妇说, 我听说她怀孕了, 恭喜你啊, 要做爸爸了。 谢谢。 玉里不嫌不淡地回应一句, 拉着我坐在沙发上。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乔西抬眼看了我一眼, 很快又一开视线, 没什么, 国外待够了, 想回来看看, 听说你结婚了, 就想看看是谁能驯服你。 今天才得知你太太怀孕的消息, 我也没来得及准备礼物, 下次吧。 玉里拉着我的手微微收紧, 半晌后才开口, 谢谢, 我们现在过得很幸福, 当年的事情, 我很抱歉。 话音刚落, 一滴眼泪从乔西眼角滑落, 他赶紧擦拭掉, 挤出个笑容, 没关系, 都过去了, 那天晚上的电话, 我很抱歉, 后来我才知道, 你早就联系了我爸妈吧, 我一出机场就看见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们好像也变了很多。 乔西说了两句话就要离开, 临走前目光, 又落在我身上, 我能看出来, 玉里很喜欢你, 他看你的眼神, 和当年看我完全不一样, 祝你们幸福。 直到乔西离开, 我看着他远去后, 内心五味杂沉。 玉里拉着我的手轻叹, 当年的事情, 总觉得是我对不起他, 如果当时我拦着他, 有可能他就不会遭遇那样的事情。 一个如花般的女孩子, 遭受这样的苦难, 换作我是玉里, 心里同样会愧疚。 好在玉里永远分得清 愧疚和爱情, 永远将我的感受放在第一位。 玉里,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我呀? 这你都看不出来吗? 我要是不喜欢你, 会和你结婚? 说着, 玉里还没好气地白了我一眼, 有些人真是不解风情, 三年时间一到掐着点就要离婚, 要不是我提前留着后招, 现在还不知道去哪儿找你。 我就知道, 我怀孕这事肯定是你策划的。 我气不过伸手将抱枕砸在玉里身上。 那你是什么时候喜欢我的? 玉里挑眉看向我, 说不上来, 第一眼的时候就注意到你, 其实聚餐那天我没有吃药, 我就是想和你说说话而已。 我瞪大眼睛, 不敢相信。 我自以为的浪漫邂逅, 其实是某些人蓄意为之。 幸好上天为我们定下了缘分, 让我们可以一起步入婚姻殿堂。 才有了现在的幸福生活。